好 來 第十六題 好 這一題就是線跟線的切緣 還有點跟 這個點跟這一條線的切緣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沒有給你 這個點到底這裡有多長 這裡有多長 這個表示這個一定是切緣 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喔 好 畫 那 正方形 記住 正方形要以這一個為主 這一個為幅 來 這裡要二十 三 五十 跟中間 二十 所以這裡要十 十五 十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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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畫出來之後 好 老師會畫一個對角線 好 畫一個對角線 好 這裡的尺寸就不用量了 直接對角線畫起來就好了 直接對角線畫起來就好了 好 對不對 這個形狀是出來了 好 出來之後 我們來看各個角度 好 這裡要三十度對不對 好 剛好這裡是 這樣子 這樣子 直接畫 好 這裡就六十度 對不對 好 這個要十五度喔 怎麼辦 有兩角器就用兩角器 沒有兩角器 就只能用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好 腳平分線下去畫 腳平分線下去畫 好 這裡畫三十度 對不對 好 這邊我也畫三十度 等一下來畫腳平分線 好 好 開始就畫出去 好 腳平分線 好 腳平分線 是任意一個長度 好 好 好 再用這兩個 焦點的 好 這兩個焦點的 為圓形 任意一個半鏡畫 好 好 直接 直接用 用 標準 好 好的 之後把它接起來 好 這裡就十五度 好 這裡就十五度 好 這邊 再來 這裡有一個四十五度的 好 三角板 改成這樣子 這裡四十五度 這一個 四十五度 是不是 這裡要的線已經有了 對不對 好 這裡是R十五 欸 重線 如果有 圈圈板 R十五是R三十 等於是直徑三十 目測對一下 知道嗎 不要浪費時間 知道嗎 好 這樣子就好了 基本上 只能用這個 其他都不行 好 再來喔 你可以看這裡是R20 R20 所以記住 畫平行線 最好 這裡一定要是直角 R20 換這一個 R20 有沒有 好 再來換這裡 好 這裡是三十 齁 線就做線的 四 記住 線就做線的四 所以這裡就是平行 三十 你看嗎 平行三十 所以這邊 也一樣 平行三十 好 好了之後 再來 再來 它畫三十 好 兩三十 以這裡為圓心嘛 點嘛 點就做點的 是直接 以這一點為圓心 這裡為半徑化 這裡為半徑化 就找到圓心了 有沒有 這樣 切線 切圓 這裡就切 你知道嗎 點就做點的 是 線就做線的 是 這樣子就可以畫出來 切圓 你知道嗎 好